一个是台大毕业的高材生 一个曾是领着高薪的保险业主管 但却相继返乡当青农 一个种茶 一个种菜 还带着老婆孩子一起聊了去 新北市议员洪家军平时就偏向蔬食 对于有机及环保议题也十分关注 本次入围的影片有加入他的一些看法 那不论就是说很多年轻人 你现在可能在一些大城市在打拼当中 那美丙家乡还有一块地 甚至爸爸妈妈也还在家乡 是不是唤起那种内心的灵魂 会想要回到家乡去做 除了推广新北青农力 洪家军议员也请大家踊跃投票 支持在地青农 让他们的努力可以被看见 那我觉得期待大家能够透过影片 来去去诉说哪个地方的故事 那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们新北的有机故事 一杯有机茶 一份有机食材 当你亲身看见青农 你就会发现他们对地球环保用心 让我们可以在食材的食用上更加的放心 如果你也认同 请记得上行政院农委会的农粮署来投票 一起用行动支持新北青农力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